刚刚我们实现的这样一个求是百勒的程序 对不对 这个程序能够帮助我们 去 爬去求是百勒上所谓的段子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速写的帕虫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些速写的帕虫 其实都是一个 单线程的这样一个帕虫 对不对 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 那也没有一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速度更快一些了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多线程 多线程的技术对吧 那多线程多线程的在前面我们都讲过 那么下面我们以多线程为例 来看一下 如何把我们的这样的代码 改成多线程的代码 让它速度更快一些 看下面这边有个图 红色线上面的这部分内容 就是我们之前所写的 爬虫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型 首先是优牙列表 我们辨定它 Agraph先发出一个第一个请求 然后提出一个保存 然后回去再发第二个请求 再提出一个再保存 对不对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单独的用每一个线程 来做这每一个模块对的事情 用一个线程来发 用一个线程来获取 URL地址 用一个线程来获取 发送几个或许响应 用一个线程提出的数据 用一个线程保存 如果说我们发现 中间某一步速度比较慢 那么就多用几个线程去做 那比如说发送几个或许响应 这个地方呢 可能速度比较慢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两个线程 不是5个线程 或者10个线程 或者20个线程 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地方提出的 可能也比较慢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三五个线程 在做这个事情 对吧 那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必不肯免的 我们就要在不同的这个 线程中间传临参数 对不对 传临URL地址呀 传临响应呀 对不对 那为了让他们中间呢 达到一个结误的效果 我们可以使用对内的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抓到URL列表之后呢 我们把URL列表 放到对内里面去 那下一个模块 下一个线程呢 只需要从 对内的对内里面去找 这个URL地址就好了 然后呢 把响应呢 也放到一个响应对内里面去 那对内的 数据提取的这个 这个线程呢 只需要从响应对内里面 去找得到的响应 然后呢 把它进行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呢 放到数据对内里面 那最终呢 最终最后一个线程呢 实现一下数据的保存 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首先 大家都知道 线程呢 这个对内的是线程安全的 对吧 那什么叫线程安全呢 为什么我们刚刚说 我们放到列表 放到对内里面去 不放到列表里面去了 我们放到列表里面 当我们两个线程同时 从一个地方里面读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 这两个线程会读到一个数据啊 读到比如说读到一个幼儿记者 那么是不是后面他都会 发送两个一样的幼儿记者请求呀 读到同一个响应 是不是都会提起数据两次呀 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想让它发生 我们就用实现对内这种技术呢 对内得到的效果就是 当一个线程在访问这个对内的时候 操作这个对内的时候 在取数据的时候 另外一个线程呢 他是取不了的 对不对 这就是线程安全的意思 而且还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 通过刚刚的描述大家可以发现 当我们使用对内之后呢 这一块内容 和这一块内容 他们是两部两块 对不对 他们之间现在是分开的 他们之间不再有任何的联系 由于他们中间不设计的传定参数 我跟他们我也有联系的是 这样的对内 对不对 跟他跟他也是一样 这两个模块中间呢 也不再有直接的联系 跟他有联系的是这样一个对内 他跟他也是一样的 这些模块中间都不再有联系 就算其中一个模块 发生了一些情况 或者挂掉了 其他模块也能正常的跑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取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是不是取到一个结误的一个效果呀 所以说呢 我们下面就要来学习 到底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判冲 那么我们实现这个判冲的时候呢 我们就 必须自然要用到 现成的对内 这两个模块 以及方法 那现成的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使用threading 对那thread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大家应该都快有印象 threading.thread 然后呢 把target只要一个函数 他是不是就可以用一个现成 去执行这个函数了呀 然后还可以传 参数 在x里面传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呢 这里呢 我们是不需要传的 对吧 那么还有对内 对内可能大家都忘了 那么请来回顾一下对内的相关知识 比如说我们from que inboard这个大quing 这是大 que提供的这样一个quing 这样的模块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quing的方法 Empty 是什么方法呀 是方法是属性呀 属性对不对 它是干什么的呀 判断当前这个对内数据是否是满的 是否是空的 对不对 那肯定要么是空的 要么不是空的 对吧 所以它结果就是除跟force 对吧 那for呢 for是不是就是满的意思呀 它的当前对内是否满了 如果满的话呢 就是除不满就是force 那这里还有get 是什么呀 汲取 获取 或者从 对内里面拿出去出来 对不对 那对内还有一个跟他相 刚好很相似的叫get underweight 这是干什么呀 不等待直接取 对吧 但他们那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get underweight的时候 当我们数据找不到 当数据没有的时候 叫对内为空的时候 get underweight 是不是立马会报错呀 因为对内有空 他取不到这种数据 就会报错 其实我们对内是空的 但是get的时候呢 他默认中间是有一些 超时在里面的 他会的 他会反复的从中取 直到取到为止 对吧 那装饰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 签下个超时参数 在一定时间内取不到 他就会报错 不天天的话呢 他就会 慢慢从中取 取不到的时候 他会要等一会 等一会之后再取 对吧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 刚好相反 叫put 以及put underweight 那put是干什么呢 放东西进去 那put underweight呢 不等待直接放 对不对 那 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当对内有引板的时候 put underweight是不是就报错了呀 这个时候引板了 装不下更多数据了 他再放的时候 是不是就报错呀 然后还有Q size Q size 也非常简单 他是干什么呀 获取对内里面保存数据的个数 对不对 就像我们获取 跟列表的长度一样 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些方法呢 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我们说一些不简单的方法 首先 关于这个joy joy这个方法 前面我们是不是见过呀 是不是见过呀 在线程 进程里面 是不是见过joy呀 他是干什么呀 让主线程 主进程 主色 对不对 等待子线程 子线程完成之后 主线程 主线程才会结束 对吧 这是在Python3里面 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Python2里面呢 稍微有些不一样 因为我们以Python3为主 所以大家可以 想知道Python2的话 就看一下 但在Python3里面呢 不管是进程还是线程 他都会等待 子线程 结束之后再结束 如果说当我们在线程 进程中 使用了join方法之后 那么对面使用join呢 也是一样的 他会告诉主线程 让主线程 等待对面里面的内容 结束之后 才会结束 那问题又来了 对面里面 什么时候内容结束呢 或者对面什么时候结束呢 是否空的时候吗 不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能都以为 我们放个东西进去 再get一个出来 这不是空了吗 对不对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面它维持了一个技术 当我们boot的时候呢 这个技术会加一 但是get的时候呢 技术并不会简易 get需要和taskdack 在一起的时候 技术才会简易 所以说 如果当我们使用线程 进程的时候 单纯的支持呢 boot 以及get 没有taskdack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程序 已经跑到最后了 但是这个程序呢 它不会终止 就这样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呢 等一下我们也会去看一下 那这是我们常的一些方法的介绍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 结合刚刚所知道的 对面 以及线程的技术呢 实现一下这样一个 多线程的球外扒充 球外 QEU1 然后呢 我们在之前电网上呢 改一改 现在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先要 使用 import一下swedding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要fromqueen import大写的Q 这个queen 对不对 那么刚刚也说了 我们现在呢 不用 在不同的函数中传讯参数 那比如说 到获取到URG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URG 放到一个URL queen里面去 等于实力化一个大Q 它写在这个queen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再这样写了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for i in range 1到14 然后呢 serve.urqueen self对不对 写错了 点put 什么呢 serve.urtime.format i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format了进去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最终当 我们如果说 使用一个线程来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线程呢 就会把这个整个URL地址 全部放到这个阶内里面去 对不对 那么在下面呢 这里呢 我们不用给它传参数了 我们这个URL地址呢 就从刚刚的serve点 urqueen里面去 对不对 urqueen 叫get 是不是就有了呀 那有了之后呢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响应对吧 那这个响应呢 我们其实可以不直接Return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响应地里面去 对不对 那serve.utmrqueen 等于 等于 qe ue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Return了 我们serve.utmrqueen .put 什么呢 response的contin 我们在这儿decode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么刚刚也说了 我们get 技术加 技术呢 会减一呢 减一吗 不会减 对不对 它还需要self点 urqueen点 taskdown 对不对 taskdown器使用 才会减一 之前呢 这里不能加一加一 那get之后呢 还需要taskdown器使用 才会减一 那当前 大家想象一下 假设我用一个线 的执行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呢 ur地址 会不会去几次呀 我用一个线来指引他 这个线程 这个urgeen点 会不会取几次 是不是只会被取一次呀 就承讯从上往下走一遍 就完事了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希望这个urgeen点 被反复的取 因为urgeen点 有很多对不对 那需要怎么办呀 是不是就要血循环了呀 我们在那写个urgeen点 但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这里urgeen点 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urgeen点 是不是会有问题呀 假设我们有线程 来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线程 是不会在这里 一直死循环呀 就算他那边没有 他会在这卡的不动 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在这死循环 对吧 那这个地方呢 urgeen点 str也是一样 不用从这取了 urgeen点 str对于self点 urgeen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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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最终呢 我们在 这里呢 也不返回了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self点 比如说我们取个名字 叫做 叫做 content queen 也是一样的 quue content queen put什么呀 put content list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这个对应的 也是一样的 需要 urgeen点 task单 对不对 然后最终呢 我们因为现在 做它的时候呢 也需要写我要处 否则它会 只会做一次 对不对 我要处的情况下 假设我们因为 现在做下面的事情 是会反复做呀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content list 也不用给它传了 我们content list 等于什么呢 self.content queen 叫get 对不对 然后呢 get完之后呢 是不是就要 task单一下呀 self.content queen 叫task单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写我要处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只会做一次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相当于 把几个函数 改造完成了 改造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使用 swearing的启动 这几个函数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threading.thread 然后target 只让它 是不是就好了呀 后面不用打括了 对不对 需要传参数吗 不需要 对不对 因为参数 我们从对面取的 对吧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threading.thread 然后一样 target 只让它 也不用传参数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threading.thread tie的 tie的只让它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也是 然后现在呢 我们使用四个线程 分别打算 让它们指引四个函数 对不对 但是此时此刻呢 它们并没有启动起来 对吧 我们是不是还要 让这些线程 start一下呀 然后每个 每个线程start一下 非常麻烦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 thread list里面去 那这里呢 比如说 我们用它叫 tul 等于它 然后呢 thread list 叫pend tul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叫tpars 等于它 然后呢 thread list 叫pend 对不对 tpars 那这地方 你取个名字 叫tghtml 等于它 那么 thread list 叫pend tghtml 这里面叫tsave 那thread list 也是一样的 open的 tsave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编定一下 for t inthread list 对吧 然后t点start 对不对 tart start之后 它是不是都会启动起来呀 那启动起来之后呢 会有个现象 整个程序呢 跑完之后 它会不会结束 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呀 我们可以跑一边 程序看下结果 这个网太慢了是吧 或者说跑得太快 我们不应该在这里打印这个i的 不打印了哈 直接pass掉在这 我们只看URG就不行了 继续跑一遍 太慢了 我要让它更快一些 可以假装一下 假装它就只有一个URG值 对吧 我们看一下现象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不是不结束呀 这里我们是不是改的 改成一个URG值 对不对 它是不是不结束呀 为什么不结束呢 因为这里我要处 对不对 每个现象都在我要处呢 对吧 所以它每个现象都没有结束 所以整个程序呢 都不会结束 对吧 那为了让 这还是14改回去啊 那为了让我们主线程 结束的时候 子线程结束 可以怎么办呀 是不是可以把子线程 设置为守护线程呀 sit daemon 对吧 d ae m o n 这个方法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然后给它一个处 这个方法之前用过吧 用过是吧 这是把子线程 设置为守护线程 什么叫守护线程呀 守华线程 守护啊 就是该线程不重要 对不对 主线程结束 子线程结束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的呀 那么再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个什么呢 print一个 当循环计数完了之后 主线程是不是就往下走了 就结束了呀 那么可以打印一下 主线程结束 当主线程把这句话 直印完了之后 主线程是不是就真结束了呀 主线程结束了 子线程还没干完呢 对不对 子线程就刚刚发了一个请求 这不应该呀 我们想让它做了实现的效果就是 子线程全部执行完了之后 主线程再结束 那这个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呀 sleep 我们sleep几秒呢 不清楚 我们应该用的事情是 for q in 这样一个 self.ur queen self.utm queen self.contin queen 干什么呀 扣点join对不对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呀 它让主线程在这阻塞 然后呢 让主线程等待对面 对面的任务呢 全部完成之后再完成 再往下走 对不对 这效果是 让 主线程 阻塞 等待 阻塞 等待 对面的任务 完成之后 再 完成 对吧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刚刚大家可以看见了 整个县程呢 虽然我们用了 四个县程 分别在做四个事情 好像速度还是很慢 对不对 为什么呀 主要是不是发送网络寻求这个地方慢呀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在 发送网络寻求这个地方 给它多几个县程来做这个事情呀 那怎么多给它几个县程呢 我们写个循环是不是就好了呀 4i in range 比如说我们写三个县程来做这个事情 4i in range 3 我让下面的事情执行三遍 那到时候呢 我们这个thread list里面 是不是就多了三个县程 它来做的事情是 ParseUR这个事情呀 可以理解吗 thread它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不要为它混淆 这个名字只是个变量 对吧 它保存的内容 在每次循环的时候呢 都是相当于重新实力化这样一个 大写的t这样一个thread 就是实力化的 对象是在不同的位置的对象 t plus是一个变量名字 所以说真正thread list里面存放的 还是不一样的内容 那大家可能觉得 提出这个地方可能 也有可能会慢 对不对 那么也给它两个县程吧 这里面最慢的那一块 肯定是方向起优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以下三个油罗地址 大家觉得 哎呀 这还是太慢了 对不对 怎么办呢 给它20个对吧 它会同时发送这13个请求 然后呢 把这三个请求发送完了之后呢 整个程序就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等一等 往速实在太慢了 对吧 或者说为了效果更明显一些 我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好多Urg没有使用成功 对不对 Bud Handashick 对吧 SSR 这是我们带领的问题 也是用这个带领的原因 但是不用带领的话 它也很慢 终于跑一下 我们把这个效果更明显一些 我们把这油罗地址稍微少一些 就给它三个吧 1233个 然后去发 这个时候 主线人结束了这四个字 我个字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明显 这个Q点就的效果 大家应该是刚刚看见了 对不对 它让主线人等待了 并没有立马就结束 之前的时候 没有这句话的时候 主线人和子线人立马一下就结束了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的 以后这个幼儿质率比较少 所以说效果还没有 不是特别明显 当幼儿质率变多一些的时候 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而且我这个地方 限制给它非常多 对吧 它只是打印了一下 它正在请求这个幼儿质率 请求成功没有 我们倒不能确定 对吧 反正很快主线人结束 所有的子线人都会结束 对吧 那大家我们之前在说的时候 说这一点 就是我们每次get之后 还需要task淡一下 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如果我们有一个地方 没有task淡 就是我们是不是 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 content the queen 这个任务是不是没有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效果呢 就会和现在一样 什么都不变 就在这卡着不动 就一直在这卡着 等多久它是 一定要是卡着 大家后续呢 自己在写的时候呢 如果发现自己的程序呢 像这样在这卡着的时候呢 就需要注意了 肯定是我们get之后呢 没有使用task淡方法 才会导致它在这卡着不动 来看一下这卡了半天了对吧 我们就不让它卡住了哈 挺辛苦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要把self点 HMR queen点 task淡放到最后面 放到pud后面呢 为什么我把 不把这句话放到这呢 怎么get之后 然后立马上的task淡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要放到他pud后面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假设 IgTMR queen里面 现在就有一条数据 那content queen里面没有数据 现在就只有它这个地方有效数据 别的对面都没有数据 然后get之后 取出来了 task淡 IgTMR对面的内容是否为空了呀 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是 从中提取数据了对不对 但是此时此刻它的内容为空 它的内容也为空 是不是程序立马就结束了呀 但是我们不应该呀 不应该让它结束呀 我们应该让什么呢 应该让它把这个数据提取完之后 再结束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它放到这后面呢 那为什么应该放到后面呢 因为你放到后面就能保证 它已经把前面内容全部做完了之后 这个对面就要为空了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至少你是把提取到数据呢 放到这个对面里面之后呢 它这个地方 IgTMR queen才task淡 IgTMR queen才为空 它为空 不要紧也没有关系 因为此时此刻 contain的quake里面 已经有了一条数据 不为空了 是不是呀 所以在这个事情完成之前 在这个对面 get之后呢 在它什么时候真正的 让它减移呢 技术减移呢 需要在当前它提到的数据呢 真正的做完之后 什么时候真正的做完呢 当前这个阶段做完之后 就是放到我们的contain的quake里面之后呢 再做这个事情 那比如说这个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先要 不得才task淡 我们如果说放到这个地方 放到这下面 也是一样的嘛 刚刚取出一下油标地址 油标地址queen呢 为空了 这个成绩结束了 不应该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油标地址呢 还要接着去发动请求 在发动请求的时候呢 它可能整个成绩就结束了 因为这里对你也为你 这里对你呢 也为你 还没放进去嘛 对不对 所以成绩结束了 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希望的是 请求之后 全部任务做完之后呢 再结束 那么就需要把task淡呢 放到下个quake里面的put之后 这样就能保证 它是在这个对你也技术加一之后呢 才task淡的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吗 为什么要把task淡放到put到后面 这是刚刚刚的改的这样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相当于就是直接把我们之前呢 这样的单线程的跑程 改成多些人的样子来做了 那在这里面呢 有这样几点可以注意的 第一点 为什么我这里要写well处 对不对 写well处的效果 是为了让一个线程 能够反复地做这个事情 对吧 是不是做 是不是要导一个样的效果呀 但是呢 我们不能随便的写well处 因为我们写well处会导致 我们整个程序不会结束 因为我们有线程呢 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一直在做死循环了 对吧 那为了让线程 紫线程不再进行死循环 那我们就需要 给紫线程设置一个stidemon 让主线程结束的时候 紫线程立马跟着结束 对吧 这是不是stidemon这个效果呀 主线程结束立马就跟着结束了 死循环也不会再循环下去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 让主线程立马结束 我们应该让主线程 在对面的任务干完之后 再结束 那就是我们调用了 cualerjoin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让主线程 在这阻塞了呀 所以cualerjoin的效果就是让主线程阻塞 然后直到什么时候不再阻塞呢 直到对面里面内容完了 臭不再阻塞 那什么时候对面里面内容完了 就会结束呢 就会完成呢 我们put对面的任务加一 对面的技术加一 然后get和taskdain 不再一起使用 对面的任务才会简易 对吧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 taskdain这个位置呢 需要放到put之后 这样才能保证 所有任务完成 对吧 然后最后呢 在这个地方 在保存这个地方 我们是并没有放 put方法的 会没有使用什么put方法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肯定它会结束 对吧 那结束之后呢 整个县程的 整个对应的任务就结束了 对应的任务结束 cualerjoin效果失效 cualerjoin效果失效 主线程结束 主线程结束 由于子线程塞在对面呢 所以子线程以后跟着结束 整个成型就结束了 是不是 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思路吗 所以后续呢 大家在把代码换成 这种多线程的样子的时候呢 也可以按照我这个思路来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代码呢 里面的每一块呢 用一个线程来单独的做 那么直接 他们之间呢 不用去传出数据 那么数据呢 都通过对面去传 这样呢 我们在每个线程里面 通过一个welltru 让他不肯定去取数据 不肯定去做对面的事情 但是welltru呢 不应该随便有 对吧 刚刚说了 那这是刚刚所讲的 这样一个 多线程的这样一个partum 那么多线程的这种